今天是2023年6月6日 香港電台鏗槍集的前編導蔡玉玲 2020年製作組721襲擊事件報道的時候 用了車牌查冊去追查當晚發生了什麼事 有什麼人在 做了什麼 當時向運輸署申請的時候 報稱用作其他有關交通和運輸事宜 得這個相近一點的選擇 其後就被控說他虛假陳述 聚成終審法院昨天就採定蔡玉玲上訴得席 判次那裡就這麼說 他就說其他有關交通和運輸事宜的定義 很籠統認為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將一些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外 因此蔡玉玲的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陳述 不屬於虛假 下級法院推斷上訴人明知而作出虛假的陳述 這個對上訴人 即是對蔡玉玲 造成實質和嚴重的不公 屬於錯誤的判決 很清楚的一個中院的裁決 中院的裁決 彰顯在香港的司法獨立 司法機關也都有自我糾正的一個機制 中院裁定申請表上面那句說話 其他有關交通和運輸事宜的陳述 認為不應該做很合意的很狹窄的理解 應該用一個廣義的理解 按照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到憲法 即是基本法保護的一個原則 中院的法官當然推翻了下級袁仲廷 以及高院的法院的一個裁決 當然就是打了下級法院的一巴掌 也定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都真的拖了這麼久了 所謂的那句說話 公義次理總比不離好 過去幾年政府就以保障私隱 針對起底為理由 全面收緊媒體的一些查冊的工作 從來都沒有提供到一些有說服力 有數據的一些證據 證明記者查冊的工作 和起底的問題有直接的關係 保障私隱和公眾利益之間 必須儲得平衡 這個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共識 怎樣平衡其實就是一個關鍵 私隱條例裡面其實有作出一個平衡 包括列明了資料使用者 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可以要求豁免新聞活動 只是其中之一 可以以新聞活動為理由要求豁免 這個原則其實都很清楚 就知道新聞活動 這個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其中一種 包括運輸署土地註冊署 以及一些相關的政策局 你應了解私隱條例裡面 有一個這樣的豁免安排 律政司作為守護法治的一個機關 也都應該掌握私隱條例裡面 對新聞活動豁免安排背後的一些原則和精神 不少的部門改變了查冊安排 直接或間接限制了新聞活動相關的一些查冊 這個並不符合私隱條例裡面 涉及新聞活動處理的時候 應該所採取的一些原則和精神 蔡玉玲車牌查冊 這個虛假陳述案 本來就不應該發生的一個個案 從部門收緊查冊 跟著再以虛假陳述的罪名去控告蔡玉玲 部門並沒有考慮到保障新聞自由 律政署也沒有把號關特首李家超和班子 會不會好好地檢討整個過程 為什麼未能夠及早階段的時候 做一些自我的糾正呢 整個案件前後就近三十個月 最終中院裁決 重新肯定了新聞工作者 原本應該有的 一直享有的採訪權 透過查冊去追尋真相 這是對保障公眾知情權有很重要的作用 保住公眾 現在中院裁決 保住公眾對司法謹存的一點信心 也間接向行政部門、政策局、律政司署 和政府高層打了一巴掌 案件涉及721白衣人事件的一些報道下 政府就以虛假陳屬這個罪名 首次用一個這樣的罪名 控告就是查冊的記者 很明顯其實都有殺一警白的味道 但至少蔡玉玲未被嚇到 中院也最後做了應該做的一個裁決 今天的香港堅持並非必然會勝利 但退縮往往會輸得更多 李家超特首今天重新裁決 反映了香港的公正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 確保基本法在香港有效履行和實踐 這番話當然說得漂亮 但特首又如何解釋當初檢控的決定呢 檢控當局當然又會說他不會解釋 他不會去說每一個檢控的決定是怎樣 但今次這個個案其實是帶出了很多的一些問題 特別是當一個相關的個案 律政署的處理是很不同的 至於其他類似的 李家超的說法就是 其他類似的查冊 涉及其他政府部門 他就說會以同樣的精神作出檢視 如果有需要會作出改善 港府會按法律行事這樣說 中院的判斥其實就十分之清晰 車輛的查冊安排 沒有理由將所謂真誠的新聞 調查排除在外面 原則和精神其實和私隱條例 裡面對新聞活動所作豁免的 背後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 假如政府真是尊重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 應該就立即取消限制新聞工作者 進行一些真誠的新聞調查的一些查冊 而不是千方百計研究如何轉法律條文裡面的一些字眼 限制記者的查冊工作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